昨天的安阳市新增本土病例29例 全部都在汤阴县 20例为集中隔离审查发现的 那9例是居家隔离发现的 安阳疫情依然焦灼 郑州市疫情情况已经向好 自今天零时起 广城回族区部分区域 由封控区降为防范区 二期区部分区域解除封控管控管理 咱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 天津市昨天通报 综合感染者居住地和活动轨迹分析 本次疫情在金南区新庄镇和咸水孤镇 形成较为集中的社区传播 累计发现69几家庭聚集疫情 在采取多项防控措施之后 天津发病人数明显的下降了 当前疫情的总体可控 但是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再来看看广东的情况 1月18号21时到19号的90 珠海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23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新增病例的详情已经公布了 均在集中管理的密接者当中发现 其中两名是儿童 昨天北京新增一例本土病例 在海淀区 是1月15号通报确诊病例的 单位同楼层同事 还有北京昨天新增一例 核酸检测阳性者在朝阳区 北京市疾控中心 及时将其在即将开往微海的 G10854列车上进行管控 目前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另外北京调整了禁返金的政策 在禁返金需要持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的基础之上 从2022年1月22号临时起到3月底 禁返金的人员在抵禁之后 72小时内需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北京健康宝将会通过核酸检测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未能按时进行检测的将进行弹窗提示 可能会影响出行和日常的生活 抵禁之后72小时离京不需要再做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省份 报告了奥米克戎输入病例 天津河南北京等地报告了本土确诊病例 而春运拉开帷幕 预计2022年的春运全国发送旅客11.8亿人次 较2021年同比增长了35.6% 奥米克戎变异株给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是啊春运期间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春运路上如何做好个人的疫情防控 有关的部门负责人给了权威回答 咱们先来说铁路吧 古铁集团客运部副主任朱文忠介绍 有应急处置预案 如果火车上出现了摄影旅客 可以立即将其安排在列车隔离席位 还可以安排摄影旅客在前方车站下车 移送地方防控部门 对摄影旅客所处环境来进行封闭等等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的司长韩光组介绍 春运期间各航空公司密切 跟踪国内部分地区的疫情形势 配合防控要求做好客票退改服务工作 一般在乘客购买机票成功之后 还会发送包含登机防疫政策信息的短信 到购票预留的手机号 乘客可以注意查收 另外要出发前 一定要具体了解一下所到城市的防疫政策 因为精准防控疫情政策 一直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 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尽反北京政策就有所调整了 还有上海市提示说 非必要不离户 鼓励大家的就地过年 来户抵户的人员 需要开展七天的健康监测等等 总之咱们春节出行 要关注和遵守出发地 中转地 目的地的防疫要求 在旅途中 要使劲做好个人防护 坚持戴口罩 勤洗手 少多通风 在返向之后 要减少聚集 减少流动 发现症状 要及时就医核报告 嗯 嗯